哈利路亚 在座的掌职同龄 还有线上的同龄 大家平安 这一节我们要谈一谈 放下的操练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信仰 充满各样的操练 你要得到美好的身体 健康的体格 你要常常操练 属灵上也是一样的 你要成长 要走完这条天国的道路 主要是会给我们很多的操练 操练有很多种 其中一种操练 我们称之为放下的操练 我们小时候 手脚协调不是很好的时候 我们慢慢学习 咱们来抓东西 我们拿玩具 拿汤匙来吃饭 一开始抓得不是很稳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can't hold very well 会掉下来 we would drop 慢慢我们就知道 怎么来抓得紧 Gradually we learn how to hold on tight 慢慢人生当中 也越来越学会 抓住很多的东西 and in our lives we begin to learn to hold on to other things 包括我们的理想 for example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成功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手上 越来越多东西 当然好像 我们越来越丰富 但是其实我们的 重担也越来越多 属于有一句话 这叫我们要 拿得起 放得下 因为拿得起很重要 但是如果人 拿得起放不下 你就累死了 一个东西很重 你能够一直拿多久 但是问题是 有一些人拿得起 但是放不太下 一直抓着 紧紧地不放 把自己累死了 其实到最后 你放不下 还是需要放下 但是如果我们 自己能够学习放下 就更好 从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也要我们 学习放下的 这一门功课 对我们自己有帮助 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信仰的道路 也有帮助 第一样我们要 学习放下 这是我们要 放下我们的忧虑 我们看马太第六章 三十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 就够了 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 我们常常听见 但是常常做不到的话 主耶稣要我们学习 放下一些忧虑 那我们注意 主耶稣不是要我们 完全不忧虑 其实忧虑本身 在某些程度上面 是需要的 你如果不担心 你就不会为未来计划 忧虑是为了将来预备的 你担心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所以今天就要先为这个问题准备 所以有思想的人比较会忧虑 但是如果你为明天来忧虑 就不好 主耶稣这里的意思 是你可以忧虑 但是你顶多就是为今天忧虑就好了 主耶稣是祂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为明天忧虑 很自然你也会为后天忧虑 那你忧虑完后天 你要担心三天之后要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会为明天忧虑 代表你的忧虑是无穷无尽 不会停止的 如果忧虑好像一个重担在你身上 那如果你为无限的明天忧虑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你常常活在一个什么的状态 一个正常人 你两只手能够拿多重的东西呢 你去旅行 去寄舱这个行李 现在是23公斤一个行李箱 如果是长途飞行 你可以寄两个 你一个人有办法 同时左右手拿两个大行李吗 如果没有轮子的话 如果你很强壮 也许可以拿着这个行李走几步路 但是走不远的 这样子你更跑不动 所以你要走得远跑得动 你身上的行李要越来越少 我们天国的道路上面也是一样 如果你身上几百斤的重担 一直为明天的来忧虑 那你会把自己累死了 听口度的走不晚 所以主义主这里告诉我们 你可以忧虑 但是顶多为今天忧虑就好了 今天有饭吃 今天有地方住 今天的问题 今天能够解决就好了 那你可能说 那明天怎么办呢 如果不忧虑 明天当然没饭吃 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 主义主说明天的忧虑 你就明天来处理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 下一页 我们最近在疫情当中 想想看 分享一下 你的忧虑是什么 现在很可惜 因为弟兄姐妹之间 也没有家庭聚会 也没有办法 可以好好聊天 大家可以上上网啊 聊聊天啊 打打电话 互相关心 疫情影响很大 不是人的身体的问题 是影响很精神的状态 比较无形的 我们每天听到 收音机报导 新闻报导说 要几个人确诊了 要几个人死了 那个都是新冠肺炎的 但是新闻比较不会报 多少人要得药医症 多少人要睡不着觉了 多少人要吃药了 这个其实还更严重 这个其实还更严重 睡不着之后呢 其他问题也会慢慢出现 然后肠胃也会不好 那你常常都会很紧张 所以列出来 你为什么事情忧虑呢 可能不止这些 有些人担心了 我会不会失业 公司现在没有把我裁员 但是会不会下个月 我都没工作呢 那我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你就会想了下一步 没有工作的话 我的贷款怎么缴呢 那你再想了 我都几十岁了 如果掉了工作 那我哪下一份工作 会不会没有呢 你再想更远一点 那我退休怎么办 人可以想更远了 一下你就想到退休 其实是今天都还没有失去工作 你就想到退休怎么办 有人就很怕生病 所以不敢出门 有人不担心自己 他担心 哎呀这个世界这样子 以后我的孩子 怎么在社会生存呢 所以这是无止境的 把它统称起来 这个叫做明天 其实明天怎么样 我们都还不知道 说实在一点 明天我们在不在 我们也不知道 如果明天我们都不在 那担心后天的事情 来做什么 所以这里有三个问题 第一 你忧虑如何改变你的思想跟行为 很多人的思想跟行为 在疫情当中已经被改变了 他不知道 经过半年的疫情 变了一个人 本来很乐观 现在很忧虑 我们要自己想想 最近我们的思想跟行为 有没有改变 有人忧虑呢 他忧虑就会不讲话 很闷闷不乐 但是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忧虑的人会 讲话讲不停 睡睡念 这个更可怕 担心这个整天念 在家里的太太 儿女 因为你忧虑 你就会念 你会讲 本来你家里的人 都没有那么忧虑 被你一讲 整天念 怕得要死 可能你的家里 没有那么忧虑 但后你会 constant nagging 所以这个忧虑 也会传染 如果你家里 有一两个 很忧虑 很焦虑的人 全家都没平 第二个问题 焦虑 对事情本身 有没有帮助 每个人都知道 零 没帮助 你不会因为忧虑 更多 问题就会 减轻 或者不见 但是我们又控制不住 我知道它会改变我们 但是对事情 又没有帮助 那要怎么样来克服它呢 首先我们来看下一章 了解为什么人会忧虑 人忧虑的原因 其实特别是对明天的 就是因为对未来一种不确定的感情 如果你对明天非常确定 你就不会担心 你很想控制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又控制不住 例如说明天天气会怎么样 你控制得了吗 那你明天有一个活动 你很担心明天又下雨 又怎么样 所以你就开始担心 忧虑的背后 这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 我们想控制我们的章篮 我们想控制我们的儿女 我们想一切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发生 好了 忧虑就开始来了 好 那这跟我们有关于 怎么来控制克服这个忧虑 我们再看主耶稣怎么讲 我们看前一节 前两节 三十一节 马太六章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帮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原来对抗忧虑 把忧虑放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你要了解到底谁在控制 你不能所控制的 一般人担心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不是你控制的 你看这个经济变这样子 疫情变这样 你控制得了吗 你控制不了 但是天父知道你需要什么 这个就够了 我们相信神的人 知道天父掌控一切 你不需要知道 后天 大后天 夏天 明年的饮食从哪里来 你需要知道天父 知道你的需要 这个就够了 你不用担心你的儿女 你知道天父会照顾你的儿女 这个就够了 所以对抗忧虑的方法 就是你要增加你的信心 求神 加添我们对祂的信靠 你对后天 明天有忧虑 我可以告诉主 主啊 我知道 你是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 是白白的 记不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抢购什么东西 大家很担心嘛 买不到卫生纸 对不对 大家去抢 人家抢你也去抢 怕买不到 还有呢 抢完卫生纸 抢米 超级市场的米都被抢光了 很担心 你很担心 你也去抢 尝不到的就更担心 现在过了几个月了 很多人在家里还在用三个月前的 抢到的卫生纸还没用完 很多人啊 抢了一年的米 都吃不完 买到快生虫 是不是 我们担心其实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面前来放下这个忧虑 好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 Let'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8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28 凡老苦当中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做使你们得安息 Come to me all who labor and are heavy laden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这里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有忧虑怎么办 Here our Lord Jesus tell us what you can do if you are worried 这里有两种东西对我们人是很辛苦的 一个是老苦 一个是中担 and 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are burdens to us one is labor and one is heavy laden 劳苦就是肉体的辛苦 labor means physically we toiled 重担就是心中的忧虑 heavy laden is the burden that we carry in our heart 来到主耶稣面前 把这个忧虑放下 we come to our Lord and we put down our worries 在这个疫情的关中当中 我们更需要建立自己的信仰 and during this period of pandemic we need to ever more build up our faith in God 更需要来教会 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 当疫情进到一个阶段 公司要重开的时候 有一些同事逼不得已 公司叫员工要去上班 有一些人很不想上班 很怕被传染 但是又不能不去 这也很辛苦 压力很大 有一些还在上班的地方哭 哇 那个忧虑太多了 你们新闻也听太多了 这是我们的姐妹 她说我来聚会 我来听道理 我把我的忧虑交给神 哎呀 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哎呀 我相信神会保佑我的 这是就算我有任何的事情 主都会看顾我 她把这个忧虑交给神了 她天天上班 心里都很平安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Let's turn to 1st Peter chapter 5 第七节 彼得前书的五章第七节 1st Peter chapter 5 verse 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 因为他固恋你们 Cast all your anxieties on him for he cares about you 这句话非常宝贵 也是个应许 This is a promise 你把你的重担给人 人家不一定想要听 You place a burden to others They may not even want it 但是你把这个忧虑给神 神可以把这个收起来 But if you cast your anxieties onto our Lord He will take it away from you 所以每天祷告 你就告诉神你的担心 So every day when you pray to God Tell him your anxieties 但是就把他放那边哦 就不要拿回家哦 不要自己再想说 哦 再烦了 But once you place your burdens over to our Lord Don't even think about taking it back 放下 就交给他 Put it down Hand it over 先担心今天的事就好了 Just worry about what's going on today 明天醒过来 如果我们还活着 那明天再想明天的事 And tomorrow when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you're still alive Then you start to worry about tomorrow 第二样我们要学习放下的 The next thing that we have to learn to put down 也是一种重担 That is our burden 这是罪的重担 The burden of sin 我们看四篇四十篇十二节 Let's turn to Psalms 40 verse 12 四篇四十篇的十二节 Psalms 40 verse 12 因有无数的祸患为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守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很胆战 For evils have encompassed me without number My enukites have overtaken me Till I cannot see They are more than the hairs of my head My heart fails me 这个大卫啊 圣灵感动他 写出心中的一种重担 是最难过的是什么 Here the Holy Spirit inspired David To write a psalm About his heavy burden 当你心中有很多的罪 When there were iniquities in his heart 罪好像一种很大的压力 And these iniquities became a pressure on him 压到你头都抬不起来 And they were so heavy That he couldn't even lift up his head 压到你晚上睡也睡不好 And they were so heavy That he couldn't even sleep at night 雖然在别人面前 你可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很好的人 但是如果私底下 你所做的事 所有的心思意念 神看了见 你自己良心也知道 But deep inside You know that your thoughts and your desires 这种重担 会让人家很难受 And these iniquities or these burdens would cause you a lot of pain 大卫他一辈子 曾经是和神心意的人 David initially was a man pleasing to God 但是后来因为自己的私欲 没有控制好 Due to his desires that he could not control 看上了别人的太太 He fell in love with a woman who is wife of another man 跟伯斯巴 也犯了奸影 And he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Be'asheba 杀了人家的先生 And he killed her husband 虽然整个国家 没有多少人 知道这个事情 Even though in the entire nation Not many people knew about it 他顺利成章的 把人家的寡妇 都娶过来了 So he was able to marry Be'asheba after her husband died 整个国家 没有人指责他 也没有人知道 他所做的事 The entire nation No one rebuked him No one knew what he did 但是有谁知道 But who knew 神知道 God knew 魔鬼也知道 The devil knew 他自己的良心也知道 His own conscious knew 当你自己做了 对不起神的事 对不起家庭的事 When you have fallen short of God fallen short of your family members 如果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 If there is still a little bit of conscience left in you 是会很难过的 You will be upset 尤其是心中有道理的人 Especially those with the words of God in them 如果没有道理的人 不信神的人 做了什么事情 随便 反正大家都一样 For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God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have done Because everyone is the same 但是你心中有道理 But if you have the word of God in you 但是你又做不到 神的要求 But you are unable to achieve to the standard of God 你会很增长 You will be struggling 那增长的结果呢 有一些人就选择 那我就不要再想这个事情 我就不来教会 就没增长 And after struggling Some people would say That I will stop going to church So that I won't I will no longer struggle 但是你离开神 也不会让自己好过多少 Even if you have left God You won't feel any better 这是好像啊 你有伤口 但是你不去医治他 你是把他盖住 不看他而已 Like unto having a wound If you do not treat it You just cover it up 好 在里面就越烂越大 Your wound would get seriously worse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有罪的重担 我们不要去忽略它 The Bible tells us Do not overlook the burden of sin 有一些人会怎么面对罪 How do some people handle sin 他会自己骗自己 They will deceive themselves They will deceive themselves They will say that this is not a sin 大家都一样 这个文化潮流都是这样啊 Everyone is the same The entire culture tells us This is nothing 大卫为什么犯罪 Why did David committed a sin 因为他看别人洗澡 Because he was looking at a woman bathing 如果他不看别人洗澡 他不会起淫念 他就不会去犯罪 Had he not looked at a woman While she was bathing He will not have this evil thoughts 所以他的罪 是从看别人洗澡开始 So his sins started from That one look at a woman who was bathing 但是现在的人会做很多的借口 现在的人会做很多 为自己的行为 做很多借口 You can see that a lot of people will find excuses for their actions You can see that a lot of people 不是我故意看了 他自己没有遮好 And when you see somebody taking a bath You will not say that it's not my fault She's the one not hiding herself 看一看也没有什么 不是要做什么 我不像他会这样子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looking at somebody showering I'm not like David 或是有人说 这个是艺术 这个欣赏 人家的艺术 And some people might even claim it as art It's an appreciation of art 或者是娱乐 Or they call it entertainment 不是什么罪 不要那么严格 This is not a sin It's not that serious 其实在神看来 罪就是罪 没有什么好 In the eyes of God Sin is sin There's no excuse 所以我们要对付罪 而不是把神的标准改变 So we have to tackle the sin And not change the standard of sin 我们要了解 罪到我们心中的影响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sin 它会拖着我们的信仰 It will drag our faith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Let's turn to Hebrews chapter 12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一节 Hebrews chapter 12 verse 1 12章第一节 破去容易缠累的罪 纯心忍耐奔 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also lay aside every weight and sin which clings so closely and let us run with perseverance the race that has sat before us 第一节是讲一个理想的状态 是我们要追求的方面 Verse 1 is an ideal state where we should pursue for perfection 天国路是要去奔跑的 是要去跑得很辛苦的 The path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one that we need to spend much effort to run on it 天国路不是散步 我们以为是散步 我们吃完饭都去散散步嘛 对不对 The path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not a simple walk 散步是很轻松的 Walking is easy 欣赏那个风景 You have time to appreciate the scenes around you 但是天国路不是散步 But the path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not a walk 天国路是跑的 是奔跑的 The path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requires you to run 为什么要跑 Why do you need to run 因为那个潮流 要阻动你的力量太大了 你如果不跑的话 被冲走 Because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are acting against you and if you don't run you will be washed away by it 还有这个路途太长了 你不跑的话 你跑不晚了 And the journey is long if you don't run you will never finish it 你不一直进步的话 你的人生用完了 时间没有了 那你怎么建筑呢 So if you don't improve yourself constantly then your time is up and you haven't even finished your journey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前面的路程 我们没有在跑 我们原地踏步 But most of the time 如果没有进步 原地踏步就算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 就退步了 刚新主的时候 比现在还好 刚事奉的时候 比现在还好 为什么会这样 不应该这样 这里讲出原因 那你背着很多罪 别人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我们要去面对它 我们要去除掉它 不然的话 我们的路跑不远 在我像这个漫画所说的 这个人要开跑车 要比赛 那时候后面一大堆 这个行李 怎么比赛啊 也有看过人 在开赛车比赛 然后后面 几百斤的行李吗 越厉害的赛车 他们除了引擎要强之外 他们还要车身要轻 如果我们对付自己的罪 我们就感觉就很轻松 我们要自己照照静止 有什么问题 你把这些一样一样 在主面前拿走了 承认了 求主赦免了 你就很轻松了 我也听过 目道者的这种见证 喜欢你起来 我问他有什么感情 他说 哦 喜欢你之后 整个人很轻松 因为主耶稣的保险 真的是洗干净 他的罪 我们每天都会被主耶稣 这样子来赦免 这样我们放下我们的罪 我们就走得轻松了 今天我们轻不轻松呢 那我们来讲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要放下 生命当中的很多的抱怨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我们看第四节 十章第四节 他们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 那盘石就是基督 第五节 但 这很重要 但 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毙 旷野里面有几百万以色列人 神爱他们 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 给他们自由了 又给他们零食还有零水 可以说是该有的都有了 恩典样样不缺 结果是什么 这里说大部分都死在旷野 为什么会死在旷野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神不喜欢的人 我们想想看把他连起来 有时候会连不起来 有时候我们觉得 领受很多恩典的人 一定是神喜欢的人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得到那么多恩典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一定 领了很多恩典 但是却是神不喜欢 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 为什么一个人会变成神不喜欢的人 当然接下来写了很多有几样 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神喜欢的人 但是其中一样 几百万以色列的人 常常在犯的一件事情 就是抱怨 我们看第十节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地守灭 原来以色列人 有一样事情没有放下 天天拿在身上 在旷野路也 拿在嘴上 就是抱怨神 他们对很多东西不满意 他们不满意那个食物 一开始是抱怨没有食物 好了 神给他食物了 抱怨这个很难吃 一下要抱怨没有水 要抱怨那个天气很热 抱怨那个路很难走 又抱怨摩西 基本上 每一样可以抱怨的都抱怨了 就是没有抱怨自己而已 没有抱怨自己 这没用 没有抱怨自己没信心 他们就是抱怨 身边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人 还有神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死在旷野 那圣经说 这个是谁给我们的见解 那我们想想 我们最近过了这几个月 在疫情的这七八个月当中 我们是不是渐渐变成一个常常抱怨的人 是不是把抱怨挂在嘴里 放在心里 看看我们有没有以下的这些抱怨 好无聊哦 要不能出门 不能上班 我的钱又变少了 因为疫情开始 一开始经济影响很大 整天在家里 整天都是看家里的人 越看越不顺眼 有人就抱怨 老婆 你怎么变胖呢 老公 老婆都说了 你不要说我 你自己不是更胖 整天在家里煮饭 哎呀 每天煮一样的 要抱怨 你怎么那个菜一点都没有味道 网络还流行一则的笑话 还有一天 两夫妻在家里吃饭 那个太太煮了一顿菜 给先生吃 先生一吃 哎呀 怎么这样煮菜 都没味道 太太恶话不说 电话拿起来 打到这个卫生局 我家里这里有一个人 失去味觉 很可能得到新冠肺炎 请你把他拿走 去隔离两个星期 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只是说 哎呀 你在家里很容易互相的抱怨 所以我们有时候抱怨我们身边的人啊 工作啊 甚至我们会抱怨教会 这些抱怨呢 其实会增加我们自己的痛苦 抱怨的背后就是不会感恩 抱怨的人 神的恩典会慢慢离开他 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 你越抱怨 神的恩典就会越离开 那神的刑法 就会慢慢领导 如果你一直讲这样子 神会成全你啊 神会成全你啊 怎么我那么差 怎么这个不顺 那个不顺 这个神就说好 都给你这样子 你看以色列百姓抱怨什么 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 我们死在这里啊 我们在埃及不是更好吗 出来一旷野 就没有死在这边吗 这句话惨啊 讲出来啊 应验啊 最后全部死在旷野 所以我们非常小心 自己的抱怨 你抱怨 神的恩典就离开 何止你所抱怨的事情 可能会实现 所以我们要放下 我们的抱怨 无论是生活过得怎么样 无论事情顺利 有日不顺利的意义 那不能抱怨 就要说什么 我们看 帖子罗里加前书的五章 Let's turn to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16到18节 我们常常读的 帖子罗里加前书五章十六节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6 to verse 18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第十八节 凡事歇恩 因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凡事歇恩 这是我们要讲的 既然主耶稣这样安排 我要感谢 主耶稣让你很顺利 我要感谢 主耶稣让你不顺利 你也要感谢 有个弟兄 他的工作 就是帮人家来做园医 去修树的 他有一次 在工作拒树的时候 他的电锯没有拿好 一下来 往他的手这样一砍 马上碰穴 他整个人也吓到了 那马上给他包扎起来 马上送去医院 伤得很深 这个肉都切进去 然后已经快到骨头 还好 差一点点没有伤到骨头 后来有一个很长的疤痕 我看到我就问他 我说也是感谢主 为什么 差一点整只手没有了 虽然伤得那么重 但是还可以救得回来 虽然缝了很多针 很痛一阵子 但是也是要感谢主 真的 凡事感谢 无论好跟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要感谢 疫情我们也要感谢主 全家可以在一起 可以平平平安安的 所以一切 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抱怨放下 试试看 从今天开始 不要埋怨身边的人 尤其是当父母的 当你很啰嗦 整天在念你儿女 整天在抱怨你儿女的时候 你的儿女会觉得很烦 会很想离开 会很不想跟你讲话 你想想看你喜欢跟一个抱怨的人讲话吗 或是你跟朋友坐在一起喝咖啡 结果你第一开口都是你抱怨 抱怨一个钟头 我看你没有人愿意下次跟你喝咖啡了 你要多感谢 你愿意陪我感谢主 我身体虽然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感谢主 常常感谢的人 大家都很喜欢他 神也很喜欢他 抱怨的人 大家都很讨厌 只是不好意思讲出口而已 所以我们要 放下抱怨 常常感谢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 信仰上面越来越进步 then we can improve in our spirituality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这个放下的操练 may God help us with our training of putting down 能够放下我们的忧虑 so that we can put down our worries 放下罪的重担 put down the burden of sin 要来放下我们的抱怨 and to put down our complaints 我们来唱诗 Let us sing hymn 七十首 两百二十九首 number 229 一切当百度一生 他是人类之天父 让我做父神的母 山皆尝尽 生生生命 万臣谢无罪不息 世间单首 恩死 世间单首 恩死 今年生日 百福神 无极 胆 笑 尽不乎 养一只恩 不可望 了解不可受耳朵 海事人民罪难党 其皆不可犯见义 勾合罪地 守身旁 能地远辱死 喜和睿 离岛 祝福慧 避免很 gang 无望 倒上非我说有无万象 糾纤级不可受承受 不可犯责逃uld上 滑 人尘尘鼻德父 世界不可贪任务 有理有事难记住